就是放在这个,3B4OA 然后呢,其实在里面都有那个点击次数,还有分析什么什么 其实我都会稍微看一下,看每一个班有没有,每个班的连结 哪一个班最认真,这边都有数字有没有 其实每一个班,每一个班都有,那当然透过这个地方也可以管 而且每一个班,比如最认真的一个班呢 你还有个details,点击进来之后,然后呢 什么时间有没有,他这边,我觉得他Google的那个,这个东西 他做的,就像每一个东西都有做分析器 让你可以了解每一个每一个,他们的那个学习情况如何 那点击进去,那比如说在什么时间点,这边都有啦 像我的部落格啦,我的YouTube,其实也都有这些东西 那一看就知道大概是哪些族群,会使用 其实我发现我的东西,会看的大部分都是上班族群是最多的 因为都大概上班,大概早上8点,开始就比较多 再来9点10点是最多的,再来下班前 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没有,比较少观看 再来就是,大概吃完饭以后,又开始有一个观看制度高峰 所以一看,大概就是上班族群,我的东西应该对于上班族群应该非常有用 因为呢,可以经常去参考 那我们今天的话,来看一下那个有关资料查询部分 那不过这个资料查询部分的话,今天的部分是有关那个批试的部分 还有就是从网路上汇入一些资料,那上个礼拜有大概Demo 有的会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个需求,从网路上面去大量下载一些东西的话 那其实大概你会需要学会几个啦 第一个,如何从网路上抓资料,那这个部分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可以录制聚集,有个聚集 第二个就是批试的话,你写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告诉他说,你的网,你的那个网站的名称叫什么 你就新增一个工作表,所以还需要新增工作表嘛,对不对 再来就是那个网站的那个对应的网址,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有个清单,就像我们后面有个练习 你这个清单按下去,他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做回圈 自动下载到一个新的工作表,名称就是你给他的 再去那个网站下载你要的那个网站里面的表格 特别是一个表格,然后他就自动帮你放到你指定的位置上面去 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通通下载下来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不要一个一个的话 你也可以全部,比如说你有20个网页 你也可以下载在同一张工作表,也可以啦 或者是说你全部下载之后,你再把它合并起来也可以啦 反正前面有讲过嘛,那个工作表可以合并嘛 反正做法非常多,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自动 自由的去调配你要的东西啦,那它有点像拼装嘛 反正拼装出来就是一个,我称为它软底工具吧 它是一个虚拟的,看不到,但是它是有作用的 跟那个实际上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它的价值会比较差嘛,也不见得啊 你平常没有工具,你做不出来 你还是得要付出一些实际,要不就是你去买工具 要不就是你去学会怎么去做工具 那你们现在比较聪明是自己来学会怎么做工具 这样好处就是以后你可以自己制作工具 那这个制作工具是有价值的 因为这工具,如果别人需要的话,你可以卖它嘛 对不对,它也是这个,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会有两个重点 所以我把它区分下来,批示查询跟下载网 中间可能会插一个,云端硬碟本身 它也可以拿来当资料来源 也就是云端硬碟里面的那个Google试专表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当资料库 也就是你可以把资料放上去 如果有人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让它从上面抓 不要从资料库抓 OK,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批示查询 那什么叫批示查询 我在demo给各位看一下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子 会有那个几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需要做一个什么 我们也是用上个礼拜那个问题5的那个范例 那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清单 比如说业务人有这些 产业别有这些 产品 客户名称 那我们需要批示查询就是说 那我以后我就不管了 反正不要说叫我下一个 像上个礼拜的部分是这样 就是说我必须要 我先把这些删掉 我必须要怎么样 我必须要先输入一个人的名字 对 这个人的名字 比如说他叫什么 他叫小咪或者是菜头 比如说我叫 这边 找一个好了 比如说小咪好了 那我们上个礼拜是需要输入之后 按下确定 他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小咪在这边 那我大概可以切过来看 可是我的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不是这样 我希望批次的 所谓批次的时候 我不管了 反正你就是业务有几个 你就自动帮我产生几个 产业别有几个 你就自动帮我产生几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自己在去里面找就好了 那如果说有新的资料update的话 他会自动去帮你把旧的删掉 重新产生你新的那个data 这样不是很方便 反正以后 按下那个功能 就全部通通都帮你完成了 这个叫批次 就是不用下条件了 直接怎么样 按下去全部通通都有了 那所以第一个你需要一个清单 也就是你要先知道 到底这个资料里面的业务总共有几个 不过这里面一定会有重复的嘛 那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里面的重复资料删掉 剩下来没有重复的 那就是你要的清单了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就做一个清单在这边 OK 其实你可以搭配什么功能 资料里面有个叫移除重复 有没有 应该各位都有用过这个功能吧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2003以前的版本没有 所以以前2003以前没有这个版本 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办 自己写吧 对不对 怎么样自己写呢 也可以想想看 一定写得出来 只是说怎么去写 但好像我也有同学有问过 然后我也写过 你们可以想想看 反正不外乎就怎么样 也许有些你不会写 你可以这样 比如说你可以先把他们先排序 有没有 全部排完序之后呢 那不是群組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怎么样 再跑一个回圈 从第二列一直到 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 如果它的里面的资料是一样的 就删掉 看删掉上面一个还是删掉下面一个 然后一直删到最后一个 然后再往下 它不就最后留下来就是我们要 这个是一个逻辑 那第二个是 当然有更快的 反正这可以想想看 那如果你要追求 所以我说追求效率就这样 像我写完 以前就这样写完一个不满意 不够快就会想说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然后最后再比较 哪一种方式的效率最高 我后来发现 因为电脑进步太快 以前那个电脑跑太慢了 所以会感觉有差别 可是现在因为电脑都是什么 双核心 四核心 八核心 根本相差大概是千分之一秒 你即便 好啦 你让你 所以最后的关键是写出来就好了 就比较不会去care 反正就还要追求效率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如何移除重复 如果说假设 你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希望再利用什么 批次查取 批次查取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跑一个回圈 那之前不是下一个条件之后 它产生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你批次的话 不就把清单里面的 这个一个 查一次 新增一个 查一次 新增一个 查一次 新增一个 一直查 那不就完成了 所以把它全部拼凑起来的话 就可以做出批次查询业务 按下去的话 类似像这样 那我这边设计的方法是 第一个 先把旧的工作表三光光 剩下两个 一个是总表 一个是清单 其他以外的都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在到清单里面 比如说我要筛选业务 我就从第二个 一直到最下面一个 去帮我重复查询 按下去 类似像这样 那因为画面不闪动 所以按完之后的话 它会直接就帮我出现了 实际上后面做的就是 删掉旧的 到清单里面 找第一个查询新政一个 再换下一个 再查询 再换下一个 这样就全部查完了 应该有那个概念吧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 把它实做出来 第一个 当然第二个 你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比如说我今天要筛选的是 客户好了 比如说客户有这么多 那也是一样一桌重复 按下去呢 他一样怎么样 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旧的删掉 那因为客户比较多 大概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五个客户 所以我底下有新增加一个什么 进目前进度 有没有 目前进度有 那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用 这个是一个属性 那因为这个是在那个application 就是Excel本身的那个 一个叫 一个属性叫Status bar 那你就在那个Status bar里面 去更改上面的字串 它就会变更 不过当然你也可以想到 如果你要有个进度的话 也可以把前面我们 好像第二次上课里面讲那个 有个那个preg spot 你也可以加进来 比如说一百五十五个客户 那他要跑嘛 跑一个一个一个 那你可以把那个preg spot 先秀出来 然后再去做后面的动作 一个一个全部让他跑到最后 再把它关掉 这个也ok啦 只是说那个部分的话 恐怕要花一点时间 ok好 那另外的话最后可以做一个什么 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的目的就是这样 那因为你要可能要查询 p次查询的栏位有这么多个 假设这边有四个栏位 那你可以让使用者选其中一个 按下确定 他就自动跑出他要的 ok 然后呢 跑完之后他如果不满意 可以换下一个 那这样的话跑完 按关闭 然后他就底下看一看 那如果不喜欢再去找别的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样子来处理资料 就会变得非常有弹性 他今天要什么马上有什么 ok好 比那个枢纽分析表 我觉得来更有弹性 枢纽分析表 它能统计的大概有限制 而且还有固定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的话弹性就比较大 是用你自己来决定的 好那首先的话我想 各位第一个先思考一下 这边的话呢 我们大概做法 第一个就是说 会先建一个清单 那清单的话 比如说包含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这几个栏位 当然也可以其他的 那这边先新增一个清单 等一下再来看 那怎么样帮你做批次 批次的话就是 删掉旧的 产生新的 他会先把旧的全部删掉 然后一个一个帮你把它查出来 那外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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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